京士显然不是真的想听吴妈妈说什么 思量片刻忽然间眼睛发亮 你说是不是因为杨家的财物 他能想到的就是这个 不是为了地位就一定是为了银钱 杨家没有无缘无故洁亲的道理 朝廷不是让长家归还杨家一百万两银子的财物 如今虽然不用长家归还那么多 却找到了朝廷借杨家草药和银钱的借条 这可是很大一笔的财物 京士的脑子忽然快速运转起来 早知道会有今天 他就不会去饱和堂骂养师 京士说不出的后悔 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 京士看向吴妈妈 吴妈妈道 奴婢觉得 眼下太太 就顺着老爷的意思 等到老爷气消了 太太再说说心头的委屈 俗话说得好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吵的时候难免都动气说不入耳的话 不过软头就忘记了 如果因为这个伤心 就不能过好日子 京士看向吴妈妈 快准备好茶点 一会客人就要上门了 这就对了 老爷的心肠软 看到太太改变了态度 一定会既往不咎 想到杨家没有了旁人 那么多的钱就烙在了杨莫兰一个人头上 京士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对方是官宦子弟 应该对婚事很讲究 吴妈妈点点头 所以老爷 才特意叮嘱太太 京士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其实 我是很喜欢莫兰这孩子 她从小的时候 我就夸过她伶俐 吴妈妈一时摸不透太太的意思 所以听到那些闲言碎语 我才会生气 我是爱之深 择之切 老爷拼不明白我的心思 和长家结亲 我也是想缓和两边的关系 毕竟长老夫人 是莫兰唯一的遗族母 我也怕莫兰没有好归宿 想要交长家这门亲事给找回来 听到太太这么说 吴妈妈心里明白了 太太是要向杨大小姐示好 画干戈或玉帛 吴妈妈笑着连连点头 太太说的是 这样一来 老爷也就不会抓住 太太的错处不放 奴婢去和老爷说 就说太太很伤心 京士道 仔细想想 莫兰一个人在京中也不容易 将来若是在婆家受了委屈 连个撑腰的人也没有 在外面行医说起来容易 到时候不知有多少人阻拦 我想想也不放心 夫家的门槛在高些 还不知道要怎么样 京士喝狗茶 放松地坐在椅子里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觉得自己想到了好方法 莫兰比玉哥小了四岁 要说年龄也是正合适 吴妈妈这才明白过来 太太想要亲上加亲 那有什么不可以 京士道 有什么比嫁到舅舅家更好的 我不会嫌弃她行医治病 玉哥性情更是没得说 表兄妹成亲 是记上添花的好事 可是吴妈妈道 已经有人要提亲了 看老爷的意思 好像很满意 否则就不会这样 郑重其事地和太太说 还因此说了那么多狠话 吴妈妈总觉得 这件事行不通 太太之前和杨大小姐 在宝盒堂里起了冲突 这日后要如何相处 京士轻声一笑 哼 我自有法子 这样的亲事 只要稍稍为难一下他们 他们就会退缩 而且 她会做得不动声色 看起来 就是她一心一意地 为着莫兰着想 吴妈妈不知道 太太到底要怎么做 京士道 家里都要收拾好 我们要照老爷说的 十分在意这件事 吴妈妈立即焊手 我这就去安排 张家刚准备好 就有下人来到 林太太来了 京士立即迎了上去 林太太进了门 见到张氏不及一争 她没有想到 杨大小姐的旧母 有病在身 一条胳膊抖得厉害 但是仍旧满脸的笑容 见到她 立即先行了礼 这就是林太太吧 林太太也笑着回礼 张太太 两个人进了堂屋 京士立即让人摆好了茶田 很自如地和林太太说起话来 我们才到京里 院子里还没收拾好 林太太不要见怪 说到这里 言归正传 京士在林太太的注视下 提起帕子擦眼角 京士提起杨墨 就很伤心 林太太可见过我们家墨兰 林太太听说过京士上门 训斥杨大小姐 心里已经有了准备 不管京士说什么 她都要促成这门亲事 毕竟这是太妃托付给她的大事 不曾见过 倒是听过杨大小姐的事 杨大小姐重开杨家的宝和堂 如今可是咱们大洲朝 最有名气的医生 就连太医院的丁院派 也对杨大小姐赞不学口 杨墨兰的名声是很大 京士实在是没想到 一个女子能弄出这么大的名堂 京士点点头 我们莫尔兰是个苦命的孩子 那么小就没有了依靠 好不容易再撑起杨家 这孩子从小就孝顺 所以才继承了杨家的医术 林太太仔细地听着 她想要知道这位旧母到底要说什么 不过看着京士发抖的手臂 满脸的泪痕 她又觉得京士也不容易 京士擦掉了脸上的泪水 才抬起头来 哎 让林太太见笑了 我只是想起了我们家的姑奶奶 我们家姑奶奶在的时候 我们经常通信 她就这样没了 我这心里真是难过 我们姑奶奶身下五子 墨兰出嫁之后 杨家连个延续香火的也没有 所以我们墨兰才要招坠 听到招坠两个字 林太太脸色一变 不过立即遮掩住 招坠不是不好 若是有更好的亲事 何必招坠 张太太说是不是 她也听说过杨大小姐 就是这样才从长家搬出来 不过长家哪里急得上宗室 林太太想要说些宗室的好处 这可是一门好亲事 谁知道还没有开口 京士就接口道 只不过杨家的医术 不知要怎么传下去 杨家的祖产 也不知道如何分配 墨兰生的是儿 墨兰若是生子 还能继承杨家也就好了 生子继承杨家 这话的意思 是杨大小姐生了儿子 要姓杨 林太太看向京士 京士点了点头 宗室的子孙 怎么可能姓杨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舅母怎么会这么说 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事 吴妈妈眼睛一抬 原来太太想到的是 这样的主意 京士叹口气 唉 所以我们老爷 想和长辈直接说说话 直接见长辈 也不是不行 只是说出之前话 立即就提长辈 这不是带了腰席的意思 好像只要周家不答应 就连长辈也不用再上门了 这个舅母 可真会提条件 她又怎么说才好 林太太有些坐不住 笑着看向京士 我会回去说 若是方便 当然越早见面越好 京士笑着点头 那可太好了 我也想看着我们 莫兰早些成亲 杨家也算是有个好结果 林太太觉得浑身不舒服 好像是她答应了京士的要求 再这样坐下去 也没有了意思 千万别好心办了坏事 她还是回去 原原本本地和太妃说了 林太太和京士 说了几句家常话 就笑着起身告辞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京士蒙挽留 那可怎么好 我让人准备好了宴席 林太太笑着道 下一次我在家中设宴 我们再好好说话 京士心中欢喜 站起身 将林太太送出门 回到房里 京士换下衣服 还没来得及歇一歇 张二老爷皱着眉头进屋 你都说了些什么 怎么客人没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京士故意诧异 切身没说错什么呀 切身连那边的情形都没问 林太太就急着告辞走了 说着 说着望向张二老爷的眼睛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什么误会 人浑浑洗洗的来 却这样的走 不是说错了话是什么 张二老爷想到这里 静止的盯向京士 你将刚才说的话 原原本本的跟我讲一遍 一句话也别漏下 京士顺从的顶顶头 开始从头说起 说到入坠两个字 张二老爷瞪圆了眼睛 你说入坠做什么 京士道 我也只是说了说 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想说 墨兰将来成亲之后 若是能多生几个子嗣 能不能给杨家一个 将来咱们家的姑奶奶 也好有人共香火呀 张二老爷惊讶地 说不出话来 你就是这样和林太太说的 京士无辜地抬起头 老爷 妾身又做错了什么 是老爷说要为墨兰着想 妾身从前做的事不好 老爷教训也没有错 从今天开始 妾身一定会世事周到 张二老爷注视的京士 京士争论了片刻 立即道 老爷 妾身已经让人去 准备了点心 给孟兰送去 张二老爷皱起眉头 你到底在想什么 如果蒋家因此不愿意接亲 我定然和你没完 没完又能怎么样 等到这门亲事吹了 他就将玉哥向前一推 老爷还会觉得 自己的儿子比不上外人不成 京士十分了解丈夫 所以这么多年 才会将丈夫 握在手心里 林太太将京士的话 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 然后看向县王太妃 您说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故意出难题 不想做这门切 她是第一次坐宝山 没想到就遇到了这种事 县王太妃听了仔细 林太太道 是不是杨大小姐的意思 县王太妃让身边的下人 搀扶着坐了起来 才道 不是说要长辈上门 那明日我就亲自去当张家 这样就上门去问 宗室结亲 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大动干戈过 就算是县王府的后辈说亲 县王太妃也没有出面 谁都知晓县王太妃身子不好 不敢让县王太妃太过操劳 林太太娘家母亲 得了县王太妃的照应 她小时候也经常来淳王府 早就拿老太妃当亲祖母般 现在不由地担心老太妃的身子 要不然明日我再去一趟 我也是没问得仔细 到底是不是杨大小姐的意思 县王太妃摇头 好像在努力想什么 让我想一想 林太太知晓太妃的病 一下子记不起那么多事 她不好一直追问 于是看向旁边的管事妈妈 管事妈妈向林太太点点头 林太太这才放心地站起身告辞 等到林太太走了 县王太妃看向管事妈妈 我没记错什么 成岭有没有说过 杨大小姐想要给杨家安排子嗣成绩 管事妈妈忙摇头 没有没有 奴婢都给记着呢 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那就奇怪了 怎么舅母会突然这样说 管事妈妈道 要不然让人将十爷叫来问问 县王太妃眼睛合上些 就问问成岭 管事妈妈急忙下去安排 不一会儿功夫 周成岭来给县王太妃请安 县王太妃招招手 让周成岭坐在床边 书编得如何了 前日里我还听人说 你弄出了先名堂 说着点点头 从前老王爷就说过 能让你来帮忙整理那些书是最好的 没想到 你到底是顺了老王爷的心思 他若是知晓 也该安心了 周成岭从管事妈妈手里 接过汤婆子 恭敬地献给县王太妃 县王太妃接过汤婆子 转头看向管事妈妈 管事妈妈立即将张家那边的事说了 县王太妃道 你听听 这话可像是杨大小姐的意思 周成岭摇了摇头 不是 若是他有这样的想法 只会将来亲口和我说 杨墨兰坐视干净利落 绝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和周家施压 就算是他想要安排人来承绩杨家 也会光明正大地和他讲 县王太妃点点头 和我想的一样 脸上露出了些笑容 可见我还没太糊涂 管事妈妈立即道 太妃比谁都清楚 要说糊涂 也是我们这些人 县王太妃听了很高兴 不过转眼却有些担忧起来 皇上那一关要如何过 你才合理不久 现在又提起婚事 只怕不会太顺利 大家都为许多事着急 周成岭永远是文文荡荡的 只要杨家答应 后面的事我会安排妥当 周成岭将话说得清清楚楚 县王太妃笑着侧头看周成岭 你说的是杨家丫头答应吧 说完 恩了一声 嗯 我看杨家丫头应该慢慢思量 也好让你急上一起 周成岭被县王太妃这样一说 脸上满是笑容 他是怕他真的这样拖下去 就开了一条门缝 和他远远地看着 人老了 这个时候就想着能招人喜欢 县王太妃道 我就不难为你 明日一早 我就去张家将这件事定下 你也好收拾好后面的烂摊子 都办妥当了 就让杨家的丫头 缓缓洗洗地嫁过来 县王太妃向身上的锦被 向上扯一扯 想起康王太妃 那张瘟疫的面孔 如果康王太妃知晓了今天的事 也会觉得高兴 不知他怎么的 他虽然多忘事 可是从前的那些事 却让他越来越清楚 第二天 京士和张二老爷才吃过早饭 就接到了拜访的帖子 京士有些吃惊 没想到这样为难蒋家 蒋家的长辈还会前来 京士看向张二老爷 来的是蒋家的哪个长辈 不是随随便便找了个远勤凑数吧 蒋家人不在京中 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张二老爷盯着帖子上的字 不禁江丽在那里 京士看着不说话的丈夫 便凑过钱去看 老爷这是怎么了 一张帖子也要看半天不成 话音刚落 就有下人来道 倩王太妃来了 马车就要进胡同了 太妃 你说的是太妃 就是太妃 京士睁大了眼睛 怎么 怎么会来一个太妃 江丽竟然能请得动太妃 他是不是听错了 杨末是一个已经没有了长辈的姑女 在京城里到处受人排挤 长家不愿意娶她做媳妇 他只好抛头露面地给人治病 他来京中 一路上想的都是这些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反着来 杨士不但没有七七惨惨 反而处处都有人帮衬 还愣着做什么 出去迎客呀 张二老爷大声呼喝 京士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太妃有什么可怕 她又不是没有经过世面 还能不知道那些阵仗 京士看了看身边的管事妈妈 带着人一起走出了院子 刚出门 就看到了一顶银顶黄盖 宏伟的轿子停下来 那轿子的明晃晃的颜色 让京士看得心脏突突直跳 轿子旁边站着两个管事妈妈 穿着青色暗花被子 袖子上镶着灰色的胡皮 头上也满是金银之光 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看着就是规矩很大 光是下人就如此 京士看着有些发争 轿帘子掀开 从里面走出了一个 穿着紫雕大厂的老妇人 这就是太妃 京士是个惯会顺风使舵的人 可是见了这样的情形 却紧闭着嘴巴 说不出话来 现王太妃花白的头发 梳成了原济 头上戴着碾金丝草虫顶簪 两边是如大拇指甲大小的 香绿松石 心形鞭花 皮肤白皙 长长的眉毛入病 不拘言笑 说不出的端庄尊贵 一双眼睛格外的亮 静止的看向京士 让京士不由自主的 上前去行礼 至少正有关系另一个 短露 印象照片